好 歡迎大家收看《黃館經濟》 今天的日子其實有點尷尬 我們早了一天錄這個節目 今天是8月10日 首先歡迎Eddie Eddie又出完了 又喝了多少杯越南咖啡 還是吃了多少碗越南的河粉 這次有沒有試鎮這些河粉 挺好吃的 差不多每天都吃 每天都吃 你只是去何時明治 好像說越南和越北又有些不太疼 可能是吧 我去過河內一次 有一次轉機 有一次都是天旅行 沒時間吃過火 但是不知道 整體我都覺得挺好吃 因為其實吃麵 或者湯麵的湯是很重要的 等於我小時候 沒有錢去家鄉 都是吃美簽拉麵的時候 初時覺得拉麵很普通 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吃拉麵 但是第一次去日本 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特別 日本沒有美簽拉麵 你不要騙聽眾 我說在香港吃 我哪有機會去小時候 可以去日本 吃美簽拉麵的時候 覺得很普通 有什麼特別 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吃拉麵 但是第一次去日本 去東京的六本木 我吃第一本拉麵 這麼好吃 怎麼 美簽拉麵 被Ricky先生 分了這麼久 原來是這麼好吃 去到吃越南湯 那個火 當然湯底 也是很有層次 當然一定有些味精 但是你會吃到 我想雷總也會吃 其實在天后也有幾間清湯籃 雖然你沒有拍過 一會兒說蓮香樓 然後再說 那個清湯籃 當然我覺得很一般 那兩間 什麼姐和什麼姐 我覺得都很普通 但是 清清底 但是火的湯底 都是有些層次 我就很喜歡吃 所以差不多每天都吃 因為第一 在倫敦 雖然美國的CPI 開始有些回落的跡象 但是在英國方面 我們這些黨媒都說 我們在英國是生活得很慘的 一個牛油又貴 什麼也沒得吃 又被人 那很多東西都不開心 那這裡一個越南湯河 都十幾磅 那當然貴很多 那所以 去得在越南吃 盡量都出來吃 哈哈 但是如果你給回在越南吃的 和在香港 你記不記得以前吃的話 是不是也是越南的好吃很多呢 其實我覺得香港 暫時都真的是一個美食天堂 之前 在我離開之前 當然很多間都開始倒閉 那一陣再說 但是 整體譬如 不特意賣去廣告 但是有一間在 香港連鎖的 一間越南餐廳 牙什麼呢 那間牙什麼呢 整體的越南菜都做得很好 我就在那裡吃火 但我主要是吃飯 那些炒飯等等等等 整體去的那些 就是越南菜都做得不錯 那 那 香港雖然未必是好像 越南那麼有風味 但是整體都是不錯的 坦白說 很多菜式都真的 是 超級的 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呢 我就是想說 例如是越南粉這些 香港做到那個味道 因為我都去過越南 我不是去過很多次 我去過一次 那我吃的 是好吃一點的 在越南吃是好吃一點 但是你說跟香港吃到好吃的 那些是不是真的差很遠呢 那我覺得又真的未必 但是呢 如果你說在香港 你就算給到一百港幣以上吃一碗拉麵 我覺得始終吃的那個味道 和日本的差距都是比較大一點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因為可能日本拉麵 就是拉麵大家都有吃過 很多人都可能去日本吃過 始終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 你用多少湯料去煮那個湯出來 煮得有多濃 還有用多少時間去煮 還有有多注意到細節 去撈多少那些 那些磚 那些渣出來的那些 我想真的很影響 當然就是 在那間連鎖店 就是連鎖的拉麵店 在香港都算是這樣的 都算是這樣的 當然沒有 就是硬是覺得 沒有 KHO家鄉那麼好吃 但是 你說一字頭那間 是啊 是啊 當然那些水 我覺得有 當他的功夫一樣 大家都用這麼多 這麼粗的豬骨去壓出來 水有其中一個問題 因為可能 在日本 尤其是是不是Kyoto Kyoto那邊的水 地下水資源就比較充足 可能到時候那些湯麵 也不只是在京都才好吃的 全國都有不同的拉麵的口味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好吃的地方 因為去到日本 如果你吃到一間不好味的餐廳 我的反應大 香港很多 因為 你去到KHO家鄉 已經是個 數目很有限 就是肚子 只有一個胃 吃到一餐是不好味 簡直我想拿著把刀去殺人 因為去日本家鄉 真的不是很多機會 還要吃到不好味 整體都很好味 居然吃到不好味 我簡直想殺人 不過我都 反正都說到吃 初時打算輕鬆一點 再說其他東西 連香樓 還有連香棧 結業 真的都沒什麼辦法 他說疫情 但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都走了一年 就算是否疫情 每個星期 至少是週末 都很人頭湧湧 都不少人 可能晚視比較差 但 我就不知道 好像 中午時 午時幾好 所以大家 有時間 就看雷種 這段影片 我特意找出來 你看看我多少個字 你看到我Google Chrome 可以做很多功夫 所以 不要浪費了雷種的影片 希望下次見到 不是只有2812觀 還有下個星期 第13集 就是連香居 所以雷種都很努力拍的 也叫做 幫香港歷史作為一個紀錄 有一個紀錄 多謝你 他什麼時候很帥 他穿黃色口罩 哈哈哈哈 所以 怎樣 你上次 不會是 2020年 11月30馬 你中間也有去過 沒有了 那次之後 就真的沒有機會了 真的 是啊 我也看一看 哇 11月尾 現在8月頭 都真的 一年年 九個月之前 已經是 那 是不是已經關閉了 還是還有少許時間 已經關閉了 已經關閉了 凌晨宣佈 即是 即是 下午就 已經封了 已經是 很痛 因為連香居 連香樓 還有快樂餅店等等 一些比較歷史悠久一點 你說是否很好味 又不是最好味 坦白說 不過那個風味 吃東西 真是異人現實 即是 那個風味 還有泡茶 這個我想 都幾少見得到 即是 都是 很後悔 沒有買一隻杯 過來倫敦 喝茶 因為他有得買 這個杯 是啊 我本來想 有機會 我也想買一套 趕不及 我還想 托你買 哈哈哈 那 你可不可以爆一下 今晚 做節目 你看還有沒有機會 唉 真可憐 這麼多食肆 即是 之前我們都說過 真寶海鮮房 到現在 連香居 連香樓等等 即是 你問我 即是帶一些外國朋友來香港 即是一個風味 連香樓是我 其中一個 多想帶我外國朋友去體驗的地方 你說 是否很乾淨 一定沒有米芝蓮三星 那些 很乾淨 但是 那個 那個 體驗是真的 不同的 這個 既是 有些 歷史 也是一個文化的問題 這個 是啊 你帶那些外國人去 然後 你 不是用茶壺 你叫他用茶棕 然後 你可以用茶棕 倒杯茶出來 他覺得很驚奇 哈哈 雷總特地 喂 要搶的 你知道嗎 那天 雷總不太多人 平時 如果是 早 我知道 我早起床 8點 兩小時才到達 人家可能已經晨晨了 喂 要搶的 要搶 人家才拿到龍叉燒包吃 很可憐的 沒有禮貌等 真是坦白說 那 沒辦法 大家都 看一條片 那 我看完 都是 唉 沒什麼辦法 很多 政局那些就不說 但是這些 見證著香港歷史 起雨落 一個一個 就是 沙士過渡 就是 Economic tsunami過渡 但是 過不了COVID COVID 有多少是人和 多少是天災 大家計一計 那 沒辦法 唯有看一條片 慢慢 追蹤一下雷總這條片 大家 那 不如也說一說 雷總為什麼今天要星期三錄 不如也交代一下 是啊 也說一聲 再次說一聲 不好意思 這個絕對是自己 弄亂了 因為 明天 星期四晚 本來就 就是 我們直播 但是 我又忘記了之前 因為 大家都知道 我早兩個星期 我就確診 就 要在家 隔離 就是 work from home 在我確診的初期 就 無線就 約了我 就做過 這個 就是 晚黑的直播的 一個財經節目 那樣 我就 我也申報了 我說 我剛剛確診了 現在就 家居隔離 他說 不要緊 還有 差不多兩個禮拜的時間 你應該都清了 我們先刮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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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沒有一件事 Pasel Daniel 轉流 就 到 前日 那個時候 那個 那個 那個記者 喂 雷Sir 喂 星期四 魚來了 咦 星期四 然後才醒來 漁夢初醒 真的 糟糕 真是 不好意思 這個實在抱歉 因為你答應了 不要緊的 原本 明晚大家如果是預留了時間 看我們直播的話 就可以 打開大台 一樣可以看到雷總的直播 哈哈哈 真是 不好意思 因為明晚那個 無線那個 財經節目就是 晚上十點鐘 就直接 跟我們是 直接 那個時間 overlap了 所以就想 趁前趁後 就真的抱歉了 真是不好意思 但是 下個星期一定會 是 我必須我消息了 沒事的了 星期四 他們是不是有時候 我也很久沒有看 是否有時候都可以 Zoom這樣做 還是一定要 他那個說 好像沒有的 好像沒有Zoom 只是在電視頻道 好像有 環球金融快線 有些個別的節目 有些節目是有 可以 YouTube 有些是 有時候我看到 KC可能 爛得上去 有時候都可以 Zoom 就算我心想 會不會可以雷總 Zoom就算了 不過大台 Zoom也沒有 沒有可能兩邊在一起 好 那補條Feed 我們可以 一睡 一睡 可以Skip 可以 我們 吃飯 吃久一點 KO就可以 找女兒 所以 再跟各位網友說 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對不起 少少少 下個星期四 鐵定都會 做直播 已經約好了 九哥 都會 兩人協助我們 幫助我們 越南那個旅程 上次 剛剛那星期 真的挺忙 所以 麻煩兩位拍檔 幫忙 四組錄影 我都看完 你們的節目 例如說 控制 我不記得 正確的 控制 再加上 能源 包羅盟友 不知道是否有幫助 其實 當然沒有關係 因為 CPI 今晚 剛剛星期三晚 公佈的數據 其實就是 叫做 比起市場預期 好像 是否低了 是 沒錯 因為 標題檔的話 就是 剛剛 7月份 升了8.5% 但我看到有些 公佈的 公佈 是 8.7% 所以 就叫做 市場預期 當然 我也說 美國 做的統計 都是 很有 資訊 很容易 看得明白 所有物件 就升了8.5% 其實 都不奇怪 最多升幅 當然還是 能源方面 能源是 佔一個很大的升幅 就是 32.9% 食品 10.9% 其他 類型 就是 5.9% 魔鬼 再細節 雷總 你 看完 細節之後 會不會看到什麼 端危 或者 可不可以負荷 如果 召喚CPI 是多少 0.3% 召喚CPI 月份 0.3% 月份 就5.9% 都是比市場預期 低一些 所以 我想 最 怎麼說 看起來最好看 就是 無論 整個CPI 還是 召喚CPI 其實月份 月份 的改變 都是比較小 如果是 普通CPI 好像是 月份 月份 只是0.3% 好像 岸月 起碼沒有再升 叫做 有些少許 就是 略為舒緩了 這樣 其實 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 幾個星期前 我都有 講過 其實上個月的 通創數據 其實我也有提及到 就是說 我覺得 接下來的通脹 會有開始 輸回 但是7月份 因為今天出現是7月份 7月份 應該都還沒有很見到 一個明顯的回落 但是我估計 去到8月 特別是9月的話 那個回落就會比較明顯一些 因為 第一就是 去年一個高基數的因素 去年來講的話 其實去到8、9月份 這個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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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一直都仍然是 就是 向下的情況 所以 照計 去到8、9月份的CPI 這個回落應該會更加明顯 這個就是 所以市況就很現實 看到 最後一回落 就升了2.25% 大股市公司也升了1.5% 連港股的形態都很差 就是 開始去到接近之前的低位 你記得 上次接近1.8萬的時候 雷總就托一托 托到去2.2萬 幫他掃匯豐的時候 真的不行 那時候又升了4千多點 但是 慢慢慢慢 然後 今天好像內房 是否跌得比較多 一點 因為沒有什麼跟 未估 不是 沒有什麼跟 內房和 Tag那些都比較差 其實今天什麼都跌的 Consumer那些都跌的 就是 我相信 我們偉大的祖國 又成功地封鎖了台海 就是根據他們的大內宣 就是他們的演習 已經令到其他 這些歐美的 亡我之心不捨的政客 再要去台灣 都要先問過他們 所以呢 我相信 地緣政治的升溫 也是對整個港股的氣氛 有影響 再加上 港元和美元的息差 港元的P又還沒加 始終的息差都是大 所以看到 雷種的影片也有說 有人問他 這個銀行結余跌到零 那是怎樣的 其實很快的 只剩下那千多億 最多的 有時候走到百億 可能很快已經是 銀行體系結余都跌到零 在這些因素底下 港股上 很多有多難 雷種一那條影片 我都看完 所以有些事情 我會一會補充一下 有些觀點 當然我不覺得雷種是二流分析權 當然 但是 有些都可以補充 所以 港股就 越來越差 初時我也不太明白 為什麼今次會有軍演 因為 當然 上個星期 大家都說過 K.O.經常說打飛機 向著一個老女人 大家都覺得很噁心 不想再聽到 但是 那個 之前不是 經常都說 中國其實永不會侵略 永遠都是和平崛起 又有孔子學院 不斷宣傳這些事情 為什麼無端端 明明這麼愛好和平 為什麼要軍演 其實我覺得很矛盾 很亂 沒有侵略 關門打仔 關你外國的人 什麼事 但是你射了去你祖國那個 你家鄉那個 經濟專屬海域 萬一 有些 日本的漁民 萬一打魚 不小心中了 很嚴重 我害怕 他說那個 是未 認同的 所以 不可以 明白 試放 再更新了 因為剩下兩分鐘 第一節 整理在歐美股市 都是升的 德國就升0.8% 接著 其他地方 例如法國 也有升0.5% 而英國 基本上 沒什麼 升跌到 外匯方面 公佈了CPI數字之後 整個美匯 就達了下來 達了1.3% 之前都叫做 可以在106水平 去發博搜尋 現在回到104 所以 最 比較敏感的 當然是 Dollar Yen Dollar Yen 強了2% 要 唱Yen 是不是真的要 唱定些 哈哈 是不是你偷偷地唱了 我們不知道 有 一定會申報的 等於刺牌人士 都一定會申報 那又不用申報 我相信 你怎麼唱都不會動到 那些 哈哈 不是的 有時候 你就算唱完 再叫我們所有支持我們的網友一起唱 都不會動到 我的力量 購買力 當然沒有雷種那麼厲害 哈哈 你怎麼雷種入市 不然是動不到 Yen 對比我 我燈日 Yen 燈都很厲害 這些能力 不能低估 歐羅 當然也有些反彈 回到103 形態上 上次穿了1% 那位 就有一支針底 會不會短期之內 這麼快 又回到之前的身底 拭目以待 那 鎊 英倫銀行 都加了半利息 都叫做收貨 所以回到1.22 奧子 也有個明顯的反彈 站穩在0.7 雷種的加子 當然也會比較強 去回到1.279的水平 其他都是比較 非美貨幣一定比較強調 因為始終今天出了一個 比較比市場預期為好的CPI的數字 這次差不多時間了 那我下集回來 你出現